各位同学,大家好 现在要进行的是统计学系列课程之中 两个母体变异数的比率 先来去见 首先我们先要了解 两个母体的变异数 这个一个是sigma1的平方 一个是sigma2的平方 它的这个比值 我们要怎么估计 那当然我们非常自然的是用s1的平方 比上s2的平方 那么我们今天的主题是说 我们想要看看它的信赖区间在何处 那么既然是母体的比例 而且我们要告诉各位同学 它这个母体的比例涉及到的是两个母体 那我们要用到的这个分配的话呢 就不得不使用 这个叫做f分配 f分配本来上来说 我们是写法都是s1的平方 除以sigma1的平方 这是s2的平方 除以sigma2的平方 但是一样的 这样的写法跟这个写法是一样的 我们把s1跟s2集中起来 sigma1跟sigma2集中起来 这就是一个f分配的定义 那么现在我们来看一看 f分配如何去帮我们去定这个值 这个值的范围 首先我们介绍的是这个f分配 这个地方叫做二分之α 那么这边的话呢 是怎么算的呢 这边是1减掉二分之α 比如说 这个是f0.05 我们是从这边算过来到这边来说 占了5%的话 那这个点呢 这个点就是 这是0.05 那这边就是0.95了 那同学要知道 这个的计算的方式是这样 那么还有一点很重要 因为它是有两个自由度 那么这个地方我们0.95 基本上我们是没有表 那没有表怎么算呢 我们可以利用的是 这个两个自由度对调 在导数 那就是这个值 这个是在我们f分配的时候 有交过 那么我们现在就继续往下去 推导出这样的公式 f值 夹在二分之α 这是第一个自由度 第二个自由度 new1 new2 new1 new2 这是第二个自由度 夹在这两者之间的几率 1减α 这个没有问题 这边是二分之α 这边是二分之α 就是应该说α是0.05的话 那就是95%的信赖区间了 好 那现在重点是 这里的f 我们用这个来取代 s1 s2 s1 s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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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做呢 当然就来个 编导上去 把它翻过来 如果这里一翻过去 这个地方也要翻过去 编导数 而且这个要跑到左边 这个要跑到右边 来我们看一下 左边的这个就跑到右边来了 分之一 右边那个就跑到左边来 分之一 那注意的是这边 我们还要在两边再把它除过去 因为编导完了以后再乘过去 就没有问题 一二 一二 所以这就是我们的信赖区间 那么母体变异数比率的信赖区间 稍微麻烦一点 为什么呢 因为它不是对称的 它不是对称的话呢 我们除了查这个表之外 我们还要再计算这个值 那么这个是导数分之一 所以这个地方来说 计算上来说 要稍微麻烦一点点 但是我们抓到的原则 其实也都还好 那我们就记得了 这是我们的信赖区间公式 那我们看一下 这是F值导数 这个也是F值导数 那这是大的分之一 这是小的分之一 好 我们记下来之后 我们来看看下面这一部分 我们现在来练习F的差表 我们要熟练F的值的差表 来我们看看 0.025 第一个自由度是8 第二个自由度是9 怎么差表 这是先看右边 再看左边 因为这个地方来说 这边是 0.025 是右边的值 来我们看看 0.025 首先要注意的是 它的自由度 8跟9 8在上面 9在下面 来我们把线画出来看 那么这个地方的值是多少 我们应该看得到了 这边的值是4.1 我们把它圈起来 我们圈起来之后 好 那这个是第一个值 4.1 我们把它填下去 有没有看到 4.1 现在这个值呢 这个值 这叫做 0.975 这里没有975 这个表 那么我们要利用 另外一个技巧 就是颠倒过来 分之一 就是左边这个值 来我们再查一下 这是8 9 那我们还要查 98 98的话呢 是多少 是4.36 4.36 这98 这个 我们两个都一起查 4.36的导数 这就是左边这个数字 那同学要知道 来我们计算一下 1除以4.36是多少 0.229 那么这边就一起算出来了 0.229 那么现在我来实际做一个信赖区间的例题 让各位同学看一下怎么做 班上有9个男生 10个女生 这一次男生的平均是80分 标准差是10 女生平均78 标准差是6 他问的是母体变异数比95%的线来区间 那么问各位同学 这个数字对我们来说有没有意义呢 不重要 不重要 我们现在要的是什么 这个 这个 为什么 这是N1 这是N2 这是什么呢 标准差 这是S1 这是S2 现在我要算的是母体变异数 变异数的话呢 那就是S1 平方 S2的平方 它的 左边跟右边 它的什么 信赖区间 那么我们现在就直接把这个信赖区间的公式 刚才推导出来的资料列出来看 95%的信赖区间 那么我们要注意的是 这个地方 这个要查表 这个值带进去就好了 所以没有问题 S1的平方 我们大概心里有底了 是多少呢 是100 S2的平方是多少 是36 这个地方都没问题 这也没问题 重点在于查表 那么现在我们要准备 要进行的是 查表才是麻烦的事 好 现在我们来看看查表的问题 第一个是N1是9 第二个N1是10 那就是自由度就是89 自由度是89 然后95%就是0.025 先把89的那个地方抓出来 4.1 所以这个地方来说 大的值是在这边 这4.1在这边 另外一个是多少 另外一个是4.36 就是98 98的话呢 它等一下要写导数 所以这边的话 直接写导数就可以了 那这边的话呢 我就直接写4.36 这边写什么呢 4.1分之1 来我4.1分之1 这边4.36 因为它已经是导数了 所以我就直接写出来了 4.36 我们这样写下去之后 我们就可以算得出 这是左边的下限 这是右边的上限 那么我们计算一下 Sigma1Sigma2的平方的比 夹在12.11跟0.677之间的几率 是95% 所以我们已经可以看得出来 我们的信赖区间是介于哪里呢 0.677到12.11 我们现在的话呢 在这个单元里面 我们已经提到了一个比较麻烦的问题 就是两个母体变异数的 比值的信赖区间 那么其实 它的公式看起来蛮长的 其实我们只要能够了解 F分配的看法跟算法就可以了 那么有点要注意的是说 F分配 有两个自由度 右尾是差表 左尾的话呢 是利用一个计算的方式 这个自由度的颠倒 然后再来分之一 来做计算 所以一个是直接查 一个是计算 算出来的话呢 左边的话呢 右边的导数 是在左边 左边的导数是在右边 因为它都有分之一 那么我们写出来以后 多算几题 同学就会熟练它的公式了 那么我们就会熟练的